這裡講完了 來 線條的起始與消費要特別注意一下 剛才我那裡有一個地方要特別注意一下 前面有線 上次我們有做一個題目 來 如果我們是像這樣子 這裡是上視圖 這裡是右側視圖 要把這裡的尺寸對應過來這邊要怎樣 譬如我這裡有一個尺寸要對應過來 記住一定要把它補齊才能畫這個45度腳線 才能這樣子對過來 知道嗎 有時候你不大會 你就乾脆量這裡的尺寸量過來就好了 再來 虛線的起始與交費 注意看 考試的時候一定要注意 這裡是實線 如果接了一個虛線 記住這裡一定要空 知道嗎 如果它是一個虛線 就直接 連接 可是如果是像這樣子 記住 接點的地方一定要很清楚 接點的地方一定要很清楚 知道嗎 再來 畫完 畫完的時候要用轉折處去對線 看自己有沒有落死 譬如我這裡 記住 我這裡有轉折 對應上去 這裡一定會有一條線 知道嗎 所以有轉折就會有線 譬如我這裡 這裡有轉折 對應過來 這裡一定會有一條線 知道嗎 這是粗略的檢查方式 你先這樣子檢查 就知道自己有沒有缺陷 好 來 所以我們現在利用時間 好來我們來練習這一題 題目看仔細 因為老師 時間的關係 我只要出這樣子 我只要出這樣子 因為我們只是純粹練習 直接畫在這個格子裡面 知道嗎 方言指我已經畫好了 你不要問我說要畫在哪裡 知道意思嗎 自己數格子 知道意思嗎 嗯